从四川北山一路向北,这回我们俩已经到达了建门关服务区,建门关一过,马上就要进入咱们陕西了。 小燕,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。 咱爸在来的时候,路过这个建门关了,背了一首鼠道蓝,那你此情此景,你能不能也背上了么一两句吗? 鼠道蓝,蓝鱼上青天,财风鸡腐,开国河芒来。 猪哥,你饿不呀?给你搞坏点吃的吧?行,可以,买的啥呀?有面包,有你爱吃的笋,还有一些鸡爪。 我不想吃粮食,我看那边有个三十八元自助餐,要不然吃个自助餐吧? 三十八元自助餐你都吃啊?你真有钱,这啥家庭还吃三十八元自助餐?我不喜欢吃粮食啊,我不喜欢吃泡面。 哇,红牛,行。 后备乡还有果冬城了,哎呀,东西太多了,我都差点够不着了。 看一下,这是咱俩回去给儿子买的这个熊猫帽子,还有这个熊猫。 对,因为我俩说实话,回去也没给孩子戴啥,总得有一个纪念吧?对吧?是。 哇,又在吃果冬城了。 你看,我也有,不管你有。 小方,今天任务是赶回家吗? 赶回家。 你哪能开回去吧?可以,出去的。 现在去家还是几个小时? 还有8个小时。 好,那就加油吧。 哪里的柚子呀,老板? 这是绵羊的。 绵羊的柚子? 拿这个,换你个柚子可以吗? 可以啊。 果冬城。 我们果冬城,换你柚子行不行,我车上还有了。 不是,不是。 给你再拿两个,给你再拿两个。 哈哈哈,吃果冬城,又看到人家有柚子了。 哇,这柚子好大呀。 嗯。 搞个小的就行了。 搞个小的就行了。 好,谢谢你。 再给师傅拿下几个吧。 我肯定了,别卖。 妈妈激动了。 好去猪哥,你知道吗? 后备箱现在不敢开。 一开的东西全都撒出去了。 哇,师傅在服务器做起来生意。 好好吃,你在车上也可以吃。 小杨现在把这个柚子给分开。 三黄柚嘛,啥柚子来着。 尝一下。 不知道哪个好吃。 广东城现在甜,接近春天的,但是现在。 黄心的。 你看,是不是黄心的。 是不是没熟呀这个。 你不懂,应该是熟了吧。 来,小方下尝。 来,我给他丢皮去,去吃。 咋样? 不知道是不是刚刚吃的果冻神的。 我严股。 感觉吃着没味。 现在口感说我偏蒜一点,感觉。 应该说八千万蒜的口感吧。 感觉没啥水分。 它尝到酸了。 大爸,那就继续赶路。 好。 好。 走。 走,小元,闪西集合。 走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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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了高速 这回呢已经是晚上的六点四十了 对 一餐都没有吃饭了 小杨你饿不饿呀 饿了吗 小杨呢你看咱俩吃点啥 咱随便吃点啥吧 但是我感觉吃完饭是不是回家太晚了 估计回去都十一号点了吧 三个半夜 那也没办法呀 咱俩回去还要穿前领了 这段路是最难走的 是的 要不然就明天走吧 那我要不给咱妈打电话说一下吧 好吧 行 喂妈 哎 说了那我明天回来吧 我下几天晚上回来是要太晚了 嗯 你和娃宝洞啊 应该老套睡吧 嗯 回来太迟了还把我挖外盒睡觉了 嗯 嗯 明天照我这样去老套就回来了啊 好行行你不怪了啊 刚给家里面也打电话说了 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啊 就是在农村一般从外边 就很晚回来的都不太好 对娃不太好 嗯 我们那边是比较讲究的 是的 因为我俩也之前也 深刻拍也回去过几次 反正就是 娃晚上老爷哭了啊 嗯 这个也不敢多说 你的股膀 行了就把咱的东西拿 对 今晚要不行 就在这边下座上一个晚上嘛 行 那就把我秋衣裤给我取出来吧 还没穿秋衣裤呢 你把车里面看一下 你觉得我能把你的秋衣裤 从这从这么多的铺盖里面找出来吗 哇太多了 明天你翻过去的肯定冷呀 坚持一会儿嘛 好吧好吧 再把洗面来取一下 好 哇这么多爱原果冻成还有腊肉 啊好赞啊 哈哈哈哈 五坏了呀 哈哈哈哈 不会的腊肉五不坏 来进来 这是在汉中这边 八十元 找个特价房 我看他们家就是打折的也挺便宜的 空间小 哎 咱去将就一晚上 对 反正就睡觉觉不是吧 明天走了 和小杨来外面找吃的了 来这里吃上一碗炒粉 我帮你腌一下 你这个辣不辣 好不好 你吃麻辣烫是吧 嗯 麻辣烫 好吧 每次都要吃我的 好吃吧 啊 我说没放辣椒吧 你还不信 哈哈哈哈 一两八五都没 咱就吃吧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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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